大家好,我是SamSam,岑志勇 今集想谈论俄罗斯资金买港股 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 俄罗斯的圣比德宝交易所宣布 将会在6月20日起容许买12只港股 大澄清关系,原来港交所出了一个澄清 没有收到合作的邀请,亦没有相关的合作配合 这极有可能是俄罗斯圣比德宝交易所作出的 单方面的经营策略等等 大家先留意 我想大家更加有兴趣的是 那12只股份是变12只 现在马上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做了一个轻微的分类 如果科技类的股份 就有腾讯700 阿里巴巴9988 美团3690 京东9618 小米1810 和信与光学2382 地产类的股份是碧桂圆2007 和长实集团1113 医药类的股份是中国生物制药1177 综合类的股份是祥和0001 亦有一家博企的股份是金沙中国1928 内需方面就是万洲国际0288 我们看到那个选股 你说包罗曼又可以 你说比较有特色又可以 科罗曼类基本上热碗的几只都包含了 在里面 加上信与光学 地产 也算是选择了有代表性的 碧桂圆 大大地 指数股 长实集团 即是李生旗下的公司 够大了 医药就选了一只中国生物制药 不知道是不是跟疫苗相关的有关 综合企业也是 选了李生 李氏 加上旗下的长和 博企方面 很有趣 不知道为什么选了一家美资公司 老板应该是美国那边 博企大家都知道 姓何的也有 或者姓女的也会有 反而俄罗斯的朋友就没有选择了 不知道有什么特别原因 内需的选择就是曼洲 曼洲留意一下 他的营运也很有趣 他基本上下面有两家公司 一边就在河南 商会做猪肉 另外一家是在美国 看到他投资的一些公司 有些都可能涉及美国的股东 或者美国的业务 聖地得宝的交易所也提及了 港股 作为市场发展一部份 未来可能会逐步扩大的名单 预计到今年 即是2022年底 2023年更加会抗产到1,000只 当局预计将会在1-1.5个月内 开始为客户提供服务 用港元去做买卖和结算 他的交易时段 就用莫斯科时间 8点至 朝8万6 证券章在第二个交易日 即是T加2加 其实交易的时间 都跟香港本地 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能会问 俄罗斯资金来到 对哪些股份 起码这12只里面 哪一只会受费多些呢 从股价表现来看 似乎科技类的股份 都挺受惠的 起码是因为这个消息的配合之下 主要严谓在内地的互联网股份 我们看到 腾述、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等 其实股价都有不错的表现 大家可以多点留意 当然 个别其他的可能涉及美国业务 或者可能全球都有业务 因为你也知道 刚才也说了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未必那么和谐 他们可能都怕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投资者也都是 小心这一类股份 以上就是今集的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对我其他评论有兴趣 可以去秒头搜寻我的名字 我是岑志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